我们越近千华,只为您呈现不一样的历史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头条历史 什么是康乾盛世 清军入主中原之后 在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帝王历经图治势必攻卿下 提高了经济实力,并且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 自康熙开始,采取了奖励肯荒、耕明田、兴修水利、禁止圈地、涓面田赋及改革富裔等措施 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 在被称为康乾盛世的这段时间 中国的国力、人口都达到巅峰 国家富足、国防强大 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上升状态 这个时间跨度至少有125年之久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 这段时期也被称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 西方传统史学界也把这一时期称赞为 海清及清朝的高峰期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史学家 却对所谓的康乾盛世表示不认同 甚至还有专家说 什么康乾盛世顶多就是一个藩属盛世 那我们今天就来从定义古代盛世的几个认定标准上说起 谈谈这个康乾盛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就是人口 其实古代并没有太多商业和经济活动 老百姓吃饱喝足了也就天下太平了 那都能吃饱也就人口增长 自然而然也就成了盛世 康乾时期的人口爆发式增长 的确是作为盛世的重要标志 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多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可能难以想象 康熙61年历史上首次突破1亿人口 仅过半个世纪又突破3亿 占全世界9亿人口的三分之一 到了19世纪初 全世界有10个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 6个在中国 但是这人丁兴旺的背后却隐藏着两个秘密 第一个就是随着明末引进的藩树等高产农作物 在农村广泛推广 灾年出现饥荒的几率明显降低 这才是导致人口急速膨胀的关键因素 也是所谓红鼠盛世说法的由来 其实在18世纪 高产耐旱对土地适应性强的每周农作物 新品玉米和番薯 在欧亚非各州得到推广 全世界的人口都开始疯狂增长 这个和康熙乾隆等帝王的管理并没有多大关联 第二点是 由于贪丁入母政策的推行 人头税被取消 地方上报人口时存在的瞒报现象不复存在 人口统计的真实性大大增加 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人丁兴旺并不能作为衡量盛世的标准 这本身是个伪命题 其次是经济 乾隆末年 全国耕地面积已超过10亿亩 接近明末的1.5倍 全国粮食产量约计2040亿斤 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不仅是东亚的贸易中心 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也占据支配地位 一直到18世纪末 中国制造业总产量仍超过整个欧洲之河 大约相当英国的8倍 俄国的6倍 GDP在世界总额中占到将近三分之一 而今天的超级大国美国 在世界GDP所占份额也不过30% 国家财政充足 还能失惠于民 康熙晚年甚至还宣布 盛世滋生人丁 永不加富 康熙帝的这句话奠定了他一代人均的历史地位 也成为史书对于康熙盛世的另一个有利佐证 但是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中国是国富民穷 老百姓的负担也丝毫没有减轻 乾隆58年 当有马戈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时 他们看到的不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黄金遍地 人人绫罗绸缎的东方大国 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寄回国内的信件中 他们写道 清朝的老百姓普遍骨瘦如柴 面色憔悴 看上去没有任何惊奇神 收到残羹圣犯的施舍时 人们都会下跪磕头 并贪婪地争抢着 好像是什么珍贵的宝物 人们住的房屋通常都是泥土夯住的墙 茅草覆盖作为屋顶 大风一吹好像就能将其刮倒 以上这些画面大大颠覆了我们对那个盛世时代的美好想象 作为对比 同一时期的英国呢 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 可剩于11磅 约合33到44两白银 而清朝的中等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 而年支出为35两 也就是说 辛苦一年还要负债三两才能过火 在康乾时期 只要有饥荒年份 老百姓往往不堪重负 积民背井离乡 卖儿卖女的情况成为了家常便饭 康熙的那句所谓永不家富 更是一句漂亮的政治口号 老百姓根本得不到实惠 清朝时期的富主要是指人头税和摇曳 其实是为以后的贪丁入母做准备 而不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 其次 那个时候的老百姓除了正常的钱粮税收之外 在各级官员的层层盘剥下 老百姓还要交各种巧利明目的税务 如鼠鸟号火号等莫名其妙的水 所以康熙的永不家富 还是为了自己的清朝统治更加稳固 而不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得更好 第三点 说说制造业和科技 明朝时期 铸铁 造船 丝绸 棉布 瓷器等工业发展 在世界属于领先水平 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 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重还要高 而到了清朝 铁和布坯等 这几项代表性的工业产品总量 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水平 工业产值仅占世界十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说 康熙时期的工业发展不仅停滞不前 甚至还出现了倒退 更无论有什么科技创新了 商业方面 种农业商的思想变本加厉 政府甚至明令禁止 种植出粮食以外的一切经济作物 民间的一切商业交易活动被严格限制 明末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 直接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对外贸易方面 实行了比明朝海晋更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 仅保留广东作为通商口岸 且只允许政府参与贸易活动 到了1840年 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 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 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 清朝时期的盛世都远续明代 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事 到乾隆后期 19世纪60年代 随着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展开 世界生产力水平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乾隆58年 随着马高尔尼博学使团的访问清朝 请求自由通商 还被乾隆皇帝直接拒绝掉了 康乾时期 清政府对天文学有相当程度的重视 还引入了不少天文仪器 如赤道经纬 黄道经纬 简平仪等 还有就是容许西方医学进入宫廷 同时还有一些现代医学的著作诞生 但是那个时期的中国 在数学 物理学 化学 天文学 生物学等方面 都落后西方整整两个世纪 英国特使马高尔尼在1792年到访中国 想通过展示最先进的科技来赢得好感 可是他所展示的火炮 西洋船模型 望远镜等29种 还有英国最新的蒸汽机 扁纺机 织布机 通通都被乾隆和满朝文武不屑一顾 清朝在制造业和科技上不但落后 而且思想落后 这也为后面英国的尖船力炮 抵达广东口岸 埋下伏笔 近代中国真正的衰落 应该说是从康乾时期开始的 最后一点 说说思想文化方面 康乾时期 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类书的编撰成功 成为了盛世文化繁荣的标志 但是鲁迅就曾经对康乾时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 四库全书多次发表批判言论 如青人钻修四库全书 而古书王 因为他们变乱旧事 删改原文 更加可怕的是 雍正乾隆时期 对于汉人的著作全毁 抽毁 最阴险的就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 以此来从思想上禁锢汉人 强化满足政权的统治 同时 清朝大兴文字语 强迫汉人替发义服 大批不符合其统治思想的书籍被毁 大量文人学士遭到残酷迫害 当时的世界正处在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 思想的禁锢 文化的停滞 对于当时愚昧闭塞 急需睁眼看世界的中国民众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 中国作家张宏杰 认为康钱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恐怖的盛世 僵化的盛世 是基于少数统治者 利益最大化设计出来的盛世 乾隆时代的中国人 是坐稳了奴隶 只需有未尝 不需有头脑 说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对康钱盛世 应该也有了清晰的认知 它确实是中国风险社会发展的巅峰 财政赋税改革成效明显 人口规模快速增长 农业生产力显著进步 版图疆域也达到了极盛 但能不能算作盛世 那就另当别论了 乾隆说完 天朝物产风营 无所不有 原不借外遗货物 以通有无 之后的四十多年后 鸦片战争的炮生 终于打碎了康钱盛世的美丽谎言 从此中国人民苦难屈辱的百年静代史开始了 所谓的康钱盛世 不过是封建统治者做的一个天朝上国的美梦 今天回过头再去看 最多也就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关于康钱盛世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请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这边也有什么想法